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近日打算推出柯批认同卡,引发台湾社会热议,昨日王世坚上节目证,知道了再度批评柯文哲,表示若柯文哲再继续瞎搞,我一定会发起反认同卡。 更说就算只有一百张,二百张,有一天终究会赢得胜利。 王世坚表示,国民党已经让他变得很老了,但这次我被柯文哲整个气瘦了。 对于近日柯文哲打算推出柯批认同卡,王世坚则承诺,他一定会发起反认同卡,反认同柯文哲,就算只有一百,二百张,没办法对抗他二十万张,一百万张。 但他相信集合这个声音,有一天还是我们会赢的。 主持人郑弘仪问王世坚,多年来参与政治,最讨厌的人是谁? 王世坚毫不犹豫地回答柯文哲。 王世坚表示,从马英九、郝龙斌到柯文哲,台北市三位市长,他是打马屠龙,现在抓宝,如今他已看清柯文哲的本质, 更批评柯文哲最大的靠山就是红色中国,红色中国在政治上,军事上,资源上,金钱上,都可以大量提供给柯文哲, 但柯文哲担任市长却对台北市的声斗小民如此苛刻。 台湾民主政治最大的敌人就是柯文哲,王世坚说,柯文哲确实很聪明,但是他没有把智慧跟聪明奉献给台湾2300万人,他反而用他的聪明,来害我们台湾。 柯文哲敢威弃台湾价值,我们台湾人就应该教训你。 主持人郑红一开玩笑说,不要了,你若调整篱下,你搞不好做国家副主席。 王世坚不但拒绝还表示,书名不论,气势依然在,可以战死,但绝不会投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